我就开始说后面了啊 我就开始说后面了 嗯 好 我们以大拇指带动的轮值 原理是一样的 躯干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要从大拇指开始 我说大拇指开始的时候 是什么 你的掌根 掌根 掌心 一定是朝上面的 对不对 一定是 一 二 三 四 五 羊 开羊 六 七 八 再来一次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每次 七 八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 因为你要做第二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翻过来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个是反面 反面 三 二 在这 左手 在上 刚才是反的嘛 对不对 跟前面是反的 三 二 完了以后 这是手内腕 对不对 三 二 开花状 右手往上走 三 四 第二个动作 五 六 左手往下 七 八的时候 变成 右手往下 变成背 手背相对 变成手背相对 谁说的 谁说的没声音 手背相对 有声音啊 我们的付费直播 是正面背面都有 正面背面都有 有对镜子的也有这样的 都有 这样讲一遍 然后在背面讲一遍 那个更详细 比这个详细多了 好 清楚了吗 清楚了吗 好 这个是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变成手背相 七 八 那么小五花呢 小五花也是反面 是左手带动 左手走 左手带动 那么你的头呢 也随着这个左手走摆动 左倾头 后仰头 右倾头 再回来 提气 转过来吐气 提气 吐气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不是 是不是一通百通 一二三 终于看到偶像直播了 以前都没看过我直播吗 我是周二周六晚上七点直播 周二周六晚上七点直播 我就说嘛 我就说了你们 不学 不学生育 跳什么 都是一个样子 都是广播体操的样子 就是我说话会比较直 我也没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学说我也是 就是我还是比较直的 就是他们都喜欢我这么直爽 就直接指出来 我就直接说白了就是你没有身孕的基础 没有学过身孕 那你跳任何一支舞蹈都是一模一样 有的人说老师我不要教程 我只要你的背面就可以了 那你永远是广场舞或者是广播体操 我就说的很直白 真的说的很直白 永远在跳广播体操 跳任何舞蹈 人家都觉得你是跳一支舞 左手小五花是一样的 还是反面 其实 当你做顺了右边以后 左边自然就会了 是一样的啊 我们左手来小五花 我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做小五花 好不好 就是我不去做兰花掌型的时候 我怕你看不清楚 你只要看清楚我的这个手腕的一个变化 手腕 这是手背腕 这是手侧腕 这是手内腕 一定要清楚 内腕 侧腕 背腕 手腕子 它都分了很多个方向的 分了很多个方向的啊 左手 以左手为例 在这准备我再交一次 再交一次啊 好 然后左手你看啊 打开左手走 一 变成什么 用 贴着啊 你的手腕一直是贴着的 不要分开 手腕贴着 贴着走 走到这走不动了 变成手侧腕 变成手侧腕 侧腕 掌心朝自己 掌心朝外面 在这儿 好完了以后 变成手内腕 里面的腕子 内腕相对 打开 像手捧着花一样 看 从侧腕 到内腕 明白了吗 好 落下来 依然依次旋转 旋转不要停 变成 背 哎 想办法让它变成手背 一 二 三 好 到这儿以后怎么办 右手往下走啊 往下走 完了以后再去 变成 手背 你看 往下走 变成手背 大 一 大 一 是不是变成手背了 是不是变成手背了 好 我们再看一次啊 左手小五花 很多人因为它没做过 所以它不顺嘛 对不对 我现在不用蓝花掌型 我这样你能看得更清楚 我的目的就是让你看清楚啊 好 一 变成侧弯 开花变成手内腕 好 左手往下 右手往上 手内腕 继续走别停 好 换方向 变成一个什么 手背腕 好 好 现在带上我们的蓝花掌型手 走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明白了吗 嗯 现场直播课不限时间 因为可以回放啊 你没有那个时间点没有时间上也没关系 五分钟我们下课五分钟以后回看就已经很流畅了就已经全部存盘了永久回看的啊 嗯 好 大拇指的我们再来一次啊 大拇指连 大拇指的带动的轮指做两次 两次 两次完了以后 左手再上 右手再下 四组动作 四个动作 完了以后 两次 小五花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一会下课以后为了为了犒劳辛苦的我所有人都去点赞评论加和拍明白了吗 真的是苦口婆心在这教大家啊 恨不得大家就是一下就能明白但是呃学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他不是说呃必须呃有的人可能接受能力比较快可能我今天我就学会了 啊但有的人呢他得就是消化消化过两天他才有他才有就是才能领悟得到但是没关系只要你一直在坚持一定会有收获明白吗一定会有收获嗯 右下角那个点然后再点和拍就可以了啊打开我的视频打开我的视频啊我给大家发了呀我那么美的一个风景你们都没看到那个视频吗 我今天早上特别早起然后坐坐在那个小院子里面给大家拍的那个视频赶紧去看我觉得特别好看啊我觉得那个场景就是那个意境我觉得特别好特别适合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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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美一会你们去看哈看到了千万别忘了给我点赞哪别光学呀也没让你们交学费也没逼着你们送小星星是不是 点个赞而已举手之劳是不是为了表表示支持啊以后看到我的看到我的视频都直接给点了哈 嗯 犒劳我一下辛苦的我你看我在外面休假的这两天我都不忘了给大家呃就是拍一些好的一些作品分享给大家是吧 嗯 嗯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我们现在大拇指的再来一次好不好好准备 嗯 好我们先沉气沉气沉气往下在这准备5678 1 2 3 4 5 6 7 8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这是一个小组合 就是为了给大家练习这个手的一个灵活性 哎呀 说什么呢 今天就是被老师今天这个视频吸引来的孔雀开评是吗 多做右手的多做右手的 你的左手就会更顺畅 因为很多很多动作 我们很多很多舞蹈里的动作 都会以右手为例来做 做这些动作 所以你们的左手没有做习惯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 一个习惯问题 其实你们在学习的时候 可以逼迫自己做完正面去做反面 就是做完右边去做左边 知道吗 像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是直接教完了正面的 就是说往右走的动作 那么反面动作 就是说往左边走的动作 或者是往左走的动作 那么另外一组动作 你自己去想去 而就自己马上就要就要想出来 给你几分钟时间 就这个协调能力就是这么这么练出来的啊 再跟你们说一下 就是呃呃呃 我经常编舞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在脑子里 然后在脑子里重复了很多遍了以后 我拿上我就能 我就能做了 就是大脑已经有了这种足够可以支配自己身体的一个一个这个能力了 嗯 协调能力就上来了 好 我们跟着音乐来做一次好不好 嗯 这个没有方向的变化 所以 所以特别特别好学 特别好学啊 好 嗯 你们赶紧去拼团吧 赶紧去拼团吧 嗯 对 你们那个直播客拼团的赶紧去拼团啊 到时候没有没有团购架了 就不恢复了 就变成原价了 我就没有 也是因为很多很多粉丝在问嘛 嗯 私信我啊 各种 要团购 所以现在全部全部开启了 全部开启了 一人我们现在和音乐来做一次 嗯 知道不知道 12节课六次上完是258258 这是最贵的 九斋是198 然后月亮是168 啊 夏辉老师的课永远是白菜价 平均下来是20 不到25块钱一节课 21块多吧 嗯 就这么便宜 嗯 夏辉老师走的是清明路线 你们都知道的 同一级别的老师 至少是我的 呃 五 就是我的 三倍 一倍或者两倍的价格 上这种课 你们可以按课室去衡量的 好 好 准备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乘 12345678 一八二三四七五六七走 一二小拇指走的啊 展开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手背弯小五花两次 提气沉下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能跟上吗? 能跟上吗? 其实脑子顺了以后就很顺了 这都不难 真不难 主要是今天要教你们的不是说要你们把这个动作给背下来 而是我要让你们掌握到这个动作的要领明白了吗? 而你们在下去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严格按照这样的一个动作要领和要求去练习 这个动作每个人都能练习 每个人都能找着镜子 站在自己的那个洗漱镜前面 穿衣镜前面去练习 站着坐着都可以练 站着坐着都可以练 明白了吗? 手指伸不直 那就去努力去让它伸直 努力去让它伸直 多压手指 多压 多压你的手指 一根一根让它有上翘的感觉 基本的柔韧肯定是有的 你不能说你伸起来你手是一个这样拱形 那你就跳什么都像爪子一样 你的手必须你自然称直你都称不直 这个就有很大问题了 那你就多去练习 多去练习 你自然称直都称不直 你再说你的舞姿 那就是不可能好看 这个是随时都能练的一个基本功 你的手 随时都能称开 称开 一定我说了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称开 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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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开 你看一定要像八爪鱼一样 没事多称一称 多称一称 多去称自己的大手掌 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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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去称 一定要有称拉的感觉 别这么夹着 称开 嗯 多去练习 多去练习 再带你们跳一次 再带你们跳一次 准备 五一前的最后一次课了吧 我看吧 如果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的话 我都会坚持直播的 即使我有不舒服的 我也会坚持给大家直播的 因为很多人就是看不到通知 看不到通知 他可能会因为我的今天晚上的直播 他不出门了 然后这样就会辜负一些人 所以我尽量就是即使五一期间 有 不影响 就是没有别的情况下 没有别的事情情况下 我都会坚持直播 坚持直播 坚持直播给大家带来一些 有用的课程 好 我也不信 我不太希望 就是让大家去失望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 就是 希望面面俱到的人 然后 就是从我讲课 这么细细致的这个 你们就知道 就是 我希望 我 怎么讲呢 我希望大多数人都能满意 或者是大多数人都 呃 不让大多数人去失望 我希望能够自己做的更好一些 嗯 所以 如果 如果我没有出通知 我没有在主页出通知 说今天停播 呃 我即使要停播 我也会提提前一天晚上去发通知 在主页上面有张图片那里 啊 我我会发通知 写的特别大 告诉大家 如果没有发那个通知 那我就正常 每周二 每周六的晚上七点直播 好吗 呃 对我我我比较完美主义 我不要完美主义 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我就是对自己要求 就特别这样 好 我们再来一次哈 再来一次 呃 具体教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 呃 我我交到你们的交给你们的东西 一定是你们都有收获的 我相信在我直直这个直播间待久的人都知道 不论我安排什么课程 他们都有收获 特别是最最棒的是什么 就是一直坚持下来的人 啊 他们觉得在这个疫情期间认识了我 然后参加了我这个课 一节都没落下 就整个他们线下班上的所有同学都觉得你你你你怎么了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怎么感觉蜕变了 因为他们一直一堂不落的在上我的课 明白了吗 就是不管我教什么一定是对你有帮助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是我教什么 我凡是教什么我都是把最最干货的东西给你明白了吗 嗯 所以时间已经定好了 内容你们跟着我走就行了 哈 嗯 好我们再来一遍哈 再来一遍 对教什么学什么一定有收获 嗯 好准备 好准备 再来一次 六往上提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一拍到六七走 好小指 二四四四打开 一二四四打开 一二三四小五花 一二三四一一一二三一二四一一二四四五六七八一 左手带 晨去提晨